谁说不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聪明啊 别人学一个月的东西啊 额娘两三天就全都明白了 皇上 皇额娘可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呢 皇儿 今天上朝 你是真的不懂义政的内容吗 你可是天资聪明啊 其实今天在前清公义的事儿 皇儿都明白 只是 只是没有皇儿说话的范儿 所以犯困了 王爷吉祥 陆太给王爷请安 请公公替老臣向太后通报一声 老臣有事情 求见太后娘娘 王爷事情急吗 太后和皇上正在屋里说话呢 老臣有些急事 请公公快去通报吧 那 王爷请稍候 好 姑姑 日王爷当众批评皇上 是有些不妥 他毕竟不是六岁的孩子了 已经十岁了 姑姑 宋兰是不是说错话了 不 你没说错 只是你忘记了一点 十岁离十四岁 还有足足四年的时间 当初的约定 皇上十四岁才可以亲政 在现在的时间里面 这四年 多尔滚总是对的 这皇位是他送的 这大清的江山 是他一手打下来的 你说多尔滚没有错吗 皇上 你听皇老娘的话知道吗 皇上还有四年的时间 才能亲政 这四年时间里 你要好好地听皇叔摄政王的话 要好好地孝敬皇叔摄政王 不要让皇额娘伤心 知道吗 朕知道 再说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摄政王不就是训了你几句吗 不挨骂长不大 谁说还没亲政的皇上 就不能受人训了 再说了 训你的是你十四叔啊 其实 皇叔摄政王对皇儿倒没说什么 那郑亲王吉尔哈朗 替皇儿说了两句话 才被十四叔批得够呛 是怎么回事 跟额娘说说 齐离派后 郑亲王吉尔哈朗 在门外求见 他说 有要紧的事 郑亲王来了 后哥 你追到我府里来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大伯 瞧你这话说的 没什么事 我就不能来瞧瞧你吗 你知道 多尔滚下令 王爷之间不准随便串门 你呀 小心落下话瓣 我就不信他这个邪 凭什么多尔滚 他们三兄弟就可以随便串门 咱们俩就不能脸对脸的说说话 都是王爷 都是亲王 都是玩了命打江山的主 凭什么他就可以大着嗓门发号失令 咱们就得夹着尾巴做人呢 大伯 你我 咱们可都是皇子啊 皇子又怎么样 大伯告诉你 没有正位的皇长子 最好的办法 就是夹着尾巴做人 否则灾祸缠身呢 说吧 搞我 是不是因为今天前清宫上的事啊 大伯 您真是英明啊 我今天来找您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多尔滚的气眼现在真是嚣张 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 这几年都看不过来了 怎么现在就看不下去了 大伯 你没瞧出来吗 这多尔滚现在是 诚心要挤走吉尔哈朗 他是要单独设政 我看他是称帝之心不死 在为谋权篡位 做准备的 多尔滚要排挤吉尔哈朗 这不假 可吉尔哈朗是三朝元老 在朝廷颇有威望 吉尔哈朗能轻易让多尔滚排挤走 大伯 我看吉尔哈朗 他是顶不住了 你想 多尔滚的脾气那么坏 谁受得了他 也就是郑亲王的寒阳好 忍了这么多年 可是今天下朝的时候 我就听见吉尔哈朗一直在说 这事干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了 他就去了慈宁宫 我相信他这次去 一定是向皇太后提交辞城的 好 来 你坐 坐 太后 老臣近来身体不好 今天特来向太后呈请 辞去摄政王一旨 这是老臣写好的辞城 请太后 一致恩准 吉尔哈朗 你怎么突然想起 辞去摄政王一职 你今年也不过五十出头 我看你的身体 也没什么毛病啊 在太后面前 臣实话实说 臣在摄政王这个位置上 无事可做 反而让人生厌 被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又如此严重啊 大伯